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甚至还有许多的地方根本就供不上电 可近日有传言一个学生小组研发出了一款完全不需要电就能正常运行的无电冰箱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神奇的电冰箱吧 这款电冰箱的名字叫做Videchill 它的制冷装置主要是由蒸发式和制冷式两个部分组成 它就是将四周的空气进行收集在通过内部装置的转换 从而使冷冻温室 温度变地 可以对食物进行保鲜 该设计带有的漏斗装置可以不断地从周围吸收温暖的空气 这些空气通过漏斗下面连接的管道进入地下管道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温暖的空气就会开始降温 同时蒸发室内还有一根浸在水里的螺旋铜管装置 空气也会通过地下管道进入到这个螺旋铜管中 再通过水的蒸发给它进行彻底降温 看到这儿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 那这儿环环相扣的整个过程如果不供电 那到底是靠什么为动力进行运转的呢 这就要感谢我们的太阳能装置了 太阳能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动能系统 由唯一的电能转变为了可以有太阳体功能 这也是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一项设计 无电冰箱的整个动力就是依靠了一个小型的太阳能电风扇帮助完成 在蒸发室内空气完全降温以后 它会再次通过地下管道进入冰冻室 并使其保持一定的低温 它内部的食物就可以得到保鲜了 这就完美地解决了供不上电或者断电的问题 虽然现在这款无电冰箱还没有真正做到零号电 因为它的电太阳能电池板还会消耗一定的电量 但相信在经过研发团队的不断努力之后 它最终可以真正实现零号电 你觉得这款冰箱能够做到最终零号电吗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